來請教一下Amanda老師 那各個星座的下週運勢呢 好 我們看看自己星盤當中的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 來看看下週的運勢如何 首先兩顆星的星座要提醒牡羊座的朋友們 未來一週如果有人找你投資的話 千萬要小心一點 因為可能沒有做謹慎的觀察 會有投資失利的可能性 以及雙子座的朋友們 未來一週其實開銷還蠻大的 所以對於那種非必需品 那種奢侈品的部分 我們可能要留意一下 撥撥算盤再付出 以及要提醒村女座的朋友們 會有一些突發的狀況 考驗我們的應變能力 我們來看三顆星的部分呢 有巨蟹座的朋友們 要留意合作的對象 可能在背後有一些小動作 自己最好多一點提防就能夠避免了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們 其實未來一週能夠學習到 什麼叫做成功不必在我 我們退居幕後 讓身邊的人讓團隊一起成功 也是一種幸福的 以及天蠍座的朋友們 跟伴侶之間呢 有一點冷淡 大家好像各自忙碌 各自的工作與事業 四顆星的部分呢 首先要提醒 金牛座的朋友們 我們能夠透過團隊的合作 然後創造出一個 非常好的家機 以及射手座的朋友們 我們要學習到 如何領導下屬 統合團體的意見 一起創造我們團隊的成功 四顆星的部分 還有水瓶座的朋友們 有機會度假旅遊 其實雖然自己一個人 但是很蠻享受 這樣子獨處的時光的 我們來看五顆星的部分 首先要恭喜天蠍座的朋友們 愛神之劍突然射中 如果單身的是這個天蠍座 要懂得好好的把握 那麼已經有對象的天蠍座呢 其實未來一週 我們的人緣運也會非常的好的 雙魚座的朋友們 未來一週我們在工作領域 有機會展現自己的光芒 讓大家都能夠看到我們的才華 懂得欣賞我們的一個成功 獅子座的朋友們呢 未來一週過去長期的投資 其實能夠理財有成 讓我們能夠這個收穫非常的滿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過去的這個扎實的表現 也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實際的收入 我們來看加碼的部分 首先要恭喜天蠍座的朋友們 感情運最旺 工作運最旺的要提醒 恭喜雙魚座的朋友 財運最旺就要恭喜獅子座的朋友們 再見 欸 謝謝喔